一样在军演 而且是 这个蓝红对抗 其实是针对性很强的 朱日和的那个演习 盖了一个总统府 大家应该知道 没事有一个国家 全世界哪个国家 在做军演的时候 模拟台湾的总统府 就只有中国 前天我跟蓝莹的一个市议员 桃园的一个议员 主持人不再问他说 台湾最大的威胁来源是哪里 他就是不讲中国 那一场赵云祥也在 你不讲是不是 请问谁觊觎台湾的主权 谁在演习的时候 会有朱日和那个总统府 还有在蓝红对抗的时候 他当然是红军 蓝军基本上这个冒灰上面 如果放大一点 当过兵 有没有觉得很面熟 这最讽涩的地方是 这就是我主张的 一定要把国旗给改掉 国徽跟党会长得一模一样 国民党那时候 夏立元应该直接看到 这个讯息啊 请问这什么意思 这是针对你中国国民党 还是针对中华民国 哪个国家有这样的人 当人家在做军事演习啊 然后呢 假想敌消灭的对象啊 是国军的时候 你跑去跟人家讲说啊 没有我们一起反对台独 你这会不会让国军的弟兄们觉得 是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 所以这个再简单也不过 那国民党我就问你最简单的问题 谁是台湾唯一的威胁来源 或是主要威胁来源 不就是解放军吗 解放军是中共的党军嘛 这第一个 第二我们看习近平讲什么 习近平讲非常有趣啊 主观意识跟客观情绪是有落差的 所以我们从习近平的讲话呢 来分析习近平的心态 是最有道理的 习近平发表求吻的谈话 前面讲中国式的现代化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辩论啊 从我大学一直到现在 甚至呢 中国几百年以来 什么中国现代化 在清末洋务运动的时候 不是讲吗 什么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啊 这体用论嘛 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说 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然后胡锦涛时期呢 有所谓北京共识 跟华盛顿共识的变化 现在就靠他什么 自由民主人权 不是普世价值 这些你们认为普世价值呢 因为中国特殊国情 好 这是跟大家讲 中国式的现代化 是可以跟西方脱钩的 也就是全球化跟现代化 不等于西方化 这是习近平的顿子 接着话嘛 求吻 为什么 特殊国情嘛 中国的现代化 基本上有特殊国情的考量 特殊国情的考量 就我习近平跟共产党的考量 讲吻的意思是什么 这习近平基本上不敢讲的实话 什么意思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说呢 在军事行动上呢 那是实力的对比 但是我们已经在做了 在军事上只能求吻 可是已经在做的部分是什么 夏立也已经来了嘛 国民党的在地协力者 国民党的在地协力者 讲了很多嘛 所以你看求吻的谈话 就开始发表 厦门剑跟马公剑对峙的画面 这个叫做吻 因为实力还不足 央视还发表 在东海演习进行的实弹演练 这个都应该不是现在进行事 这是过去的画面 是中国大内宣 最后要讲的是 虽然土耳其发生了地震 全世界都伸出援手 但另外的事情不要忘记 我相信口译哥是他的专业 美国因为气球事件的紧张 解放军缩带渤海军演一周 这个国家很有趣 甩锅说 外交部的发言人说 美国你这要负担责任 美中关系就看你怎么处理了 接下来军演 这个军演不是针对台湾 因为是在渤海 渤海的演习都会针对谁 针对朝鲜半岛 针对日本 为什么要在渤海和东海 这地方进行演习 给你们我看 你要不要跟我谈 不跟我谈的话 你要不要像我这样 再持续闹事 所以这样的国家 国民党现在好像一副要救台湾 或是说他是代表台湾的民众 我跟他会说结论 这是为了朱立伦 因为后面我们会谈到 郭台铭朱立伦跟侯伟的关系 朱立伦杀出的杀手剑 他打的牌是什么 往深蓝靠 往红董靠 想办法让自己在政治行情之中 有溢价能力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请教现场来宾哥 所有我们的观众朋友 中国是不是我们的敌国 是吗 这很肯定嘛 对不对 百分之百嘛 不然还是游乐园吗 好 那既然中国是我们敌国 那我再请问大家 以前在美苏冷战的时候 或是说东西德在对立的时候 有没有美国或是西德的在野党 三不五十组团到苏联或东德去访问 应该没有听过嘛 对不对 当然没有 如果去的话应该就是间谍了 对 那现在南北韩 有啦 有啦 话哥补充一下 在民主 欧洲民主国家 有共产党 有德共 也有法共 大概只有那些国家的共产党 想要跟苏联母国对话 他们的共产党大概都小党 没错没错 不会是大党 日本也有共产党 但是差别的地方是 他敢插基亚说 我是共产党 共产党跟共产党对话 很合理吧 就有共产党 国民党是共产党吗 他们过去不是有血海深仇吗 除非国民党承认 你自己的角色定位 就是意大利共产党 德国共产党 法国共产党 跟日本共产党 否则怎么会在威胁的时候 跑去跟敌人对话 那你说现在南北韩也处于分裂 南韩的在野党 会不会三不五十 没事组团到北韩去访问 然后说我们反对寒毒 应该不会吧 所以你了解历史 跟现在的国际现实 你就知道说 国民党没事组团到中国 到我们的敌对国家去访问 绝对不正常 绝对不是正常的 不要被国民党的话术给骗了 最近因为中国的挑战 特别那颗气球 让全世界好像都醒了 因为我看到 北约的秘书长 斯托腾伯格正好现在到美国访问 他斯托腾伯格也讲 他说中国气球 搞不好也可能会飘到我们欧洲上空去 所以美英澳举行红旗军演 这三个国家 这是应该是美国时间2月8号 在内华达州等地举行代号 叫红旗的空中联合军演 因为红旗军演不一样 它是属于高阶的空军的演习 路透社的记者就跟英国的军方 登上KC2加油机 跟拍演习过程长达数小时 我觉得这个也是美国军方同意他拍摄的 然后演习目的在于改善 三国空军在横跨太平洋的行动中 相互协调性 这句话很重要 哪一个可能的敌人 要让他们横跨太平洋 因为战场一定不在欧洲 因为欧洲是横跨大西洋 哪一个敌人 这个地球上目前有哪一个敌人 是会让这三个国家横跨太平洋 看来看去掐指一算 好像只有中国这个国家 所以宜翔你怎么看最近这几个 虽然红旗军演是几乎每年都有 但是这一次故意让媒体全程拍摄 应该是有他的用意 简单说这一次的红旗操演 就是更聚焦了 更聚焦针对谁呢 其实美方的指挥官就写得很清楚 虽然他没有说中国是敌人 但他说中国是步步进逼的挑战 如果准备好面对中国 就等于准备好面对任何人 所以这个应该是清楚不过 可我必须讲一件事情 最近这个气球的事情 真的让各国都醒来了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公布了 他去查了这个 他内部的一些航线啊等等 发现说中国有24个气球 大概是这个海南岛 有一个基地在操控 那甚至于他现在是已经公布说 他是飞跃有40多个国家 那你说40多个国家 如果你是中国 他的这个所谓的假设的对手国 那当然包括美国 当然包括加拿大之外呢 我相信又包括欧洲 包括日本 包括澳洲等等等等 所以应该都有了 可是我先回过头讲一下 这气球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今天 其实有一些蛮 我觉得令人好奇的一些进展 那包括纽约时报 其实就有大篇幅报道 我先讲一下 纽约时报的立场 并不是对过去对中国都非常硬的 他算在美国 算是比较偏左一点的报纸 所以他会如此的强硬去暴斗 这个气球的这个案子 就代表是有所据了 那有所据是什么 当时很多人在好奇说 为什么 为什么当时在飞跃的时候 这气球来飞跃的时候 美方主要想说 这是间谍气球 中国说是这个航太侦测气球 美国为什么这么笃钉 而且人家还问那个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说 没有我们已经确认 这是这个侦查气球 那侦查气球 大家现在知道为什么了 因为为什么 是当时美方在第一时间点 就派遣所谓的YouTube 高空侦测机 去飞到这个气球旁边 去高解析度的照片 去拍摄这气球 到底在干嘛 那大家发现到一个关键 这关键是什么呢 这个气球到处都有 所谓的像豪猪这样子的 这豪猪是什么东西呢 那应该是天线 天线 那这天线 其实跟你的大气收集等等 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这个天线的用意就一个 就是我一开始就提到 电信讯号的收集 电信讯号的收集是什么 就是个人手机啊 路面通讯啊 甚至于你飞在基地上方 基地之间的一个通讯网来等等 全部都是它征收的对象 你说如果任何这个 这个高空气球 是侦测这个高空气体等等 有这些天线的话 为什么台湾都没有 为什么美国都没有 为什么其他国家都没有 只有你中国的有 所以今天美方已经非常笃定 这件事情 再来 再来 这个就真的是叫傻了 叫笨了 中国的制造商 这个是一个军民两用的制造商 他是制造这气球 说二十几个嘛 对不对 所以他是一个厂商去制造 他们现在去找那个厂商的网站 就看到说 他有一个宣传影片 说我的气球多棒啊 那为什么这个解放军要来买啊等等 然后就看这个宣传影片 发现这气球飞越很多不同的国家 这不是自白犯罪吗 直接在这个影片上就看到了 所以美方就很气 想说你怎么会这样 所以我要讲说 今天全世界都醒来 真的都醒来 认为说第一个 中国你就是一个蛮可能的政权 第二个你是不尊重 人家国家主权的这个政权 第三个你是愿意挑衅 世界秩序的一个政权 那我最后要提到一件事情 其实白宫真的对于说澳洲 对于说英国是有进一步的合作之外呢 其实他对于台海的一个安全的关键 持续的在提升当中 其实这是包括最新的 这是2月10号 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 这个自由时报报导说 白宫他的发言人出来讲说 他们是非常认真看待 要协助台湾自卫这件事情 那包括他其实直接讲说 美中的战争 其实美中的冲突 并非不可避免 但是避免的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要认真看待如何协助台湾的自卫责任 跟如何强化台湾的这个防卫需求 但是我为什么特别夸乎这一点 因为我想直求以对 因为白宫直接说他们不支持台独 好这个我承认 确实这是美方长期的政策 但是为什么我要特别提这一点呢 因为这个就打脸了国民党 为什么他打脸了国民党呢 因为今天国民党就一直在讲 说我们是大国之间的棋子 是美方要把我们往战争推向 等等等等 我们台湾要有自觉性 我们不要被美国利用等等 如果今天美国真的要用台湾当棋子的话 说实在来你台湾做什么事情 他完全支持嘛 因为他就是要跟中国打仗嘛 他只要找借口嘛 对不对 恨不得你台湾变成这个战场 这就是国民党的思维 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 美国一点都不想有战争 谁想要有战争啊 美国打了这么多战争 有任何战争 他最后是得力的吗 对不对 阿富汗最后还不是一样撤出 伊拉克也没有结果 没有人想打战争 没有人想把自己的孩童 推上战场去 所以美国今天在做的 真的就是避战 但是跟国民党的避战不一样 因为国民党的避战认为是 投共就是避战 美国认为的避战 跟我们认为的避战是一模一样的 强化我们的国防 自立自强 跟世界交朋友 与世界同行 这才是避战的关键 对 国民党的避战就是呢 我是一个身体很弱小的人 看到一个空无有力的人 我就跪下来投降 然后他说什么 我就说 对对对 大哥你教训的是 美国跟台湾主张的避战 就是你很空无有力 我 我喊臭没你这好 没关系 但是我找很多很壮的人 站在我旁边 这样你就不敢动我 结果都一样 都不会打仗 但是呢 过程跟最后造成的 你个人自身的待遇 就会差很多 我说一样